把镜头带到贡寮 贡寮区人里里尖山角街一带 农历过年之后出现了大量 又名千足虫的马路虫 跑进民众住家甚至是棉被里头 让民众吓得不敢住在家里 感到非常的困扰 很多民众都撒石灰 还喷消毒剂也都突饶无功 当地里长吴胜福就希望 工部门出手协助 让居民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里长手指着墙面 一直支月三到五公分长的马路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而且数量还不少 令当地居民相当困扰 今天下雨天数量还算少 好天气的时候墙面布满的马路 让当地居民说这可是头一遭 家里现在出现很多的 他们所说的那个马路 原本是在外面 现在是连就是会跑进家里面 然后蛮多的 多到我们有些邻居 他在台北不太敢回来这边 以前都不曾发生这样 然后今年过年以后就特别多 然后马路连民众现在都不敢回来住了 然后全部都撒满石灰 我现在是很忧心 如果小朋友不懂 然后去沾到眼睛 这是有毒的 我们是希望 看有没有农业局或者清洁队 有什么专家 你告诉我们用什么药 因为我们理办公室 现在是不能喷洒杀虫剂 那我们也束手无策 当地里长表示 今年供疗降雨频繁 年初开始出现大量的马路 爬进住家超过一两百只 甚至掀开棉被里 都会发现马路的踪迹 有居民吓到先搬到亲戚家借住 还有人在家周边撒石灰 但都束手无策 嫁过来快要20年了 然后第一次撞这种情形 不想可能是潮湿还是什么 就是也不太晓得 前几天我是有请清洁公司来撒过 可是完全没有用 那我们是拜托 那个师傅单位 是不是派专家来看 那到底用什么药 或者是要怎么处理 你跟我们里长讲 因为里长对这十户人家 真的很不好意思 让他们有的 那个阿嬷跟都不敢住在这边了 都搬到台北去 因为有的人对这种小虫真的很害怕 希望相关单位真的来协助一下 让民众赶快回复正常的生活 里长表示 大家都不知道马路是从哪里来 居民住了十几二十年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马路 除了喷杀虫剂 也在房子四周撒石灰 连找清洁公司来清理 还是五动于衷 居民不堪其扰 希望有专家能协助如何除虫 而供疗区长则表示 前两天接获里长告知 已经立即通知农业局及清洁队处理 介纯威共聊采访报道